大家好,欢迎来到茶叶的一日三餐,我是茶叶,今天我们来用香芋做馅儿,做一款鲜奶油吐司面包,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来制作中种面团,倒入高筋面粉,然后鸡蛋白2克,倒入牛奶,牛奶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最后倒入酵母,将它们全部搅拌均匀 倒入冰牛奶,它的发酵时间会比较长,我们需要用低温发酵 这里的蛋白不太容易搅匀,我们使用按压翻炒的方法,将它们混合 最后用手将它揉成一个面团 这个面团只要能够成团就可以,不需要油到光滑 然后盖上保鲜膜,我是直接放在冰箱里冷藏过夜的 你也可以让它在室温中发酵,之后再拿来用 现在来制作芋泥馅儿,先将芋头去皮 如果你是过敏体质,记得要戴上手套,避免切完手上会痒 然后再拿切块,块可以稍微切的大一些 在蒸的时候避免吸入过多的水蒸气 这里我一共准备了315克,清洗干净之后就可以放入蒸锅里 将水烧开,然后转中火,蒸10-15分钟 这次的芋头已经蒸好了,稍微放凉一下 然后放进料理机里,倒入牛奶,细砂糖 这是干奶粉,增加奶香味,将它们搅打成泥 芋头的颜色本身是比较浅的,你可以加入一些 适用颜色,我这里放了半颗仙掌,挤出它的果汁 最后就成了这种淡淡的紫色,玉泥线就做好了 这是已经发酵好的中种面团,看上去全是大肌孔 闻起来会有蒸蒸的麦香味 将它取出放进面包桶里,现在开始制作煮面团 倒入细砂糖,高筋面粉,酵母,盐,和淡淡奶油 然后放进面包机里,启动面包机的和面功能 用一把刮刀,将它刮不到的面团刮起,帮助它成团 很快你就会发现面包桶变得很干净,面团变得光滑了 这时候我们来做第一次的手套模测试 能够拉出这样不太均匀的模 我们第一次的揉面功能就完成了,这时候可以加入黄油 继续搅拌 面团有黄油的滋润,变得特别的松软,而且弹性很好 这时候我们来做第二次的手套模测试 你看它的严整性很好,能够拉出非常薄的模 找一个面盆,挪出面团,盖上保鲜膜,让它继续发酵到两倍大 面团发酵后,再撒上干面粉防粘 摸起来像棉花糖般的柔软,弹性真的非常好,超级软 揉成一个圆形,将风口向下,按压排气 然后将它分成两份 再次的将小面团揉成圆形 先将它搓成一个长条 然后按扁,将它搓成牛舌状 搓成牛舌状 现在搓成一半的芋头馅 将它搓成薄一些,这样做出来的面包层次比较多 取出一半的芋头馅,把它涂抹在面包上 留白一部分,能够面包圈绕一圈的长度就可以了 一边卷一边按压,由底部向上卷起 注意要包住内馅,不要外露 留白的部分我们直接用刮板切成细条 切好后卷起,接口的部分捏紧向下摆放 揉上两圈,这样做出来的面包比较贴合,中间不会出现空隙 烤盘将它喷油防粘,放入面包坯,盖上保鲜膜 继续等待发酵 面包已经发酵好了,加入一颗鸡蛋 搅拌匀,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蛋液 这时候可以把烤箱提前预热,370度烘烤30-35分钟 我喜欢把它放在中下层,烘烤10分钟左右 记得在上面加上铝箔纸,这样可以避免面包上色太多 还可以撒上一些白芝麻,给面包增加香味 先来看看这份加了芝麻的面包 松软辣丝,香甜可口 满屋子都弥漫着面包的香味 最爱眼前的这一抹紫色 一款非常柔软的手势面包 就这样一片一片的撕着吃,也特别的过瘾 还有奶香味的芋豆馅 喜欢我的食谱,请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也请你给我留言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是茶叶,我们下期再见